观众朋友最新消息带你来看 在9月11号美国纪念911攻击事件21周年 美国总统拜登亲自前往五角大厦冒着大雨现花 并且强调永远不会忘记罹难者跟家属以及历史带来的教训 我们一起来听 除了在五角大厦有纪念活动之外 每年纽约的911国家纪念馆也会大声朗诵罹难者的姓名 以及敲钟来作为纪念 而上周去世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生前也曾经来到纽约为罹难者来献花 并且在联合国总部发表相关的演说 拜登也特地在纪念活动上引用了女王的演讲词 另外白宫也在同一时间宣布 拜登已经正式接受英国邀请 江汉第一夫人吉尔出席女王的国葬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